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介紹山上這個鍵位的一級解碼 在介紹一級解碼之前呢 我會先介紹這些字的完整採訪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門,它的第一筆是山紙 最後一筆是橫一 山一的位置呢就是在山上 所以我們要打門的時候呢 就是左手中指往上按一下山上這個鍵位 接著呢按空白鍵 好,那選第一個 好,再來下一個 我們看紙的第一筆中間的山紙 最後一筆橫一 所以它也是山一 也就是山上的位置 好,一樣我們左手中指呢 按一下山上的位置 空白鍵 好,選第二個 好,下一個我們要看的是開 那下一個我們要看的呢 是 豆 那它的第一筆是山紙 最後一筆也是山紙 所以呢 它是山山 那山山的位置呢 也是在山上 所以我們要打的時候呢 直接按一下山上 好,空白鍵 好,選第三個 好,下一個我們要看的是開 那它最上面是先一個門 所以我們先按一下山上 好,那門取完之後呢 底下是先一個橫一 那我們就按一下一中 基本筆畫都在中間 好,那最後呢 是一個雙十 雙十也是算正交式 基本筆畫在中間 所以我買下四中 好,第一個 好,下一個我們看一下 最上面一樣是門 那門的話我們是取山一 好,那山一 取完之後呢 是兩個這個 注音符號的凹 那 注音符號的凹呢 它的取法呢 是 二六 第一筆另外二 最後一筆點六 所以我們就按兩下二六 也就是二下的位置 好,那最後呢 下面這個字根呢 第一筆另外二 最後一筆橫一 所以它是二一 也就是二上的位置 好,下一個 這上面 剛剛有猜過了 它一樣是屬於 三上的位置 所以我買下三上 好,接著要猜的字根呢 是六一 點六橫一 六一 也就是六上的位置 我買下六上 好,再來要猜的是 蓋子七 基本筆畫都在中間 所以我買下七中 好,最後呢 三值貫穿 那三值基本筆畫在中間 所以我買下三中 所以我買下三中 好,下一個我們看左上角的 紙 紙的話 它是三一 也就是三上的位置 好,那紙取完之後呢 右上角這個字根呢 是橫一 另外二一二 也就是一上的位置 好,那下面呢 兩個橫一 所以我們按一下 一中之後 再來一次一中有兩個 好,空白鍵 好,下一個 上面一樣是門 門的話就是在山上 的這個位置 好,接著呢 八的話 我們是取八中 也就是基本筆畫 再來呢 是方框口 好,基本筆畫在中間 所以我買下二中 好,最後呢 下面 這個字根呢 是逆軟二 基本筆畫在中間 所以我買下二中 好,下一個 我們要看的是 上半部 它是虎字頭 那虎字頭 第一筆是三 然後一直寫到七 那七的最後筆是二 所以呢 它是三二 也就是山上的位置 好,那虎字頭 取完之後呢 接下來要取的是 98 撇98 那 好,最後呢 是逆軟二 也就是二中的位置 好,空白鍵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看 最上面呢 它是三一 三直橫一 也就是山上的位置 在中間呢 是01 方框口橫一 01 在零上的位置 好,最後下面的木呢 它是由 正交四跟兩點的八 組成的 所以是四八 也就是四下的位置 空白鍵 好,第一個 好,接下來呢 就是這幾個字的 一集解碼啦 那 我們先來看一下 門 門的話 山上按完 你按 空白鍵的話 是需要寫選字 那你如果不想選字的話呢 山上按完之後 好,左手的小指直接往上按1 好,不用空白鍵 這個門 就上去了 好,下一個我們看 紙的話一樣 先按一下山上這個鍵位 好,按完之後呢 左手的文明紙 往上直接按2 好,這個字就上去了 好,下一個我們看 下一個的話呢 一樣 是先按一下山上這個鍵位 好,那 接下來呢 就是 左手中指往上直接按3 好,這個字就直接上去了 好,下一個我們看 一樣 先按3上這個鍵 好,再來呢 左手十指往上直接按數字的4 好,開這個字就上去了 好,那下一個我們看 關的話 一樣先 按一下3上這個鍵 好,再來呢 左手十指往上 按一下5 好,關這個字就上去了 好,下一個字呢 我們看一下 一樣先按一下3上 好,再來呢 右手的 十指 往上按一下6 那這個呢 就是有按照 下一個 字根下去排的 因為下一個字根是 就是 點6 那它放在6的位置 所以我們 右手十指往上按6 好,下一個呢 一樣先按一下3上這個鍵之後呢 右手十指往上按數字7 好,這個字就上去了 好,接下來呢 一樣我們 第一個鍵都是按3上 這十個字的第一個鍵都是3上 好,再來呢 這個字是歸類在8 這個也是有按照下一個字根 那我們就是 右手中指往上按一下8 好,下一個呢 一樣第一個3上這個鍵 好,再來呢 右手的無名指往上按9 好,最後一個我們看 一樣先按3上這個鍵 好,接著呢 是 0 那0的話呢 就是右手的小指往上 直接按0 好,以上呢 就是 3上這個鍵位的十個 以及減碼的 全碼拆法還有介紹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歡迎留言或是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跟進去 分享 小鈴鐺 以及